以后打第二份工可以不必再多缴保费了 微服部调整了二代健保补充保费的兼职所得扣取标准门槛 由信息的五千块钱提高到了基本工资 就在这个新的措施实施之后 只要你单笔的给付没有超过19273的话 都不会扣 因为我目前还是用救援扣交的方式 并没有去做累计加总的计算 这项政策预计将会有58万人受贿 低薪打工族或是兼职的上班族 未来只要兼职所得赚的还不到基本工资 就不必被收取2%的补充保险费了 而且不是以累积的方式来计算 而是以每一个单笔来计算 民众现在可以稍微减轻一点负担 不过健保每一年将会因此减收大约7亿元